推荐 唯一 嗨 以前總有人說我是一個很穩重情緒很穩定的人 我想說我以前應該不是可能是那種沉默寡言 營造出了一個穩重的假象 我觉得人应该活在当下 这句话看你怎么解读吧 这是一种认可 也是一种对命运的接受 更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 袭击 对很多事情的一种才 对我来讲 上半年工作很多 参加了一些活动 下半年更多的是 回归一种很日常的状态 天天 弹琴 看书 健身什么的 然后基础人也不多 我以前还爱总结 但年龄大老好像不太爱总结了 对音乐人来讲 能够像以往的 要开演唱会 去各个地方 跟喜欢自己音乐的朋友见乐的人 那个是 特别能够共同营造的 留在记忆中的美好的时光 刚当歌手的时候 来到第一个城市 就海口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 大海啊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海浪涌 随我漂流四方 我的辉煌让你黯淡了很久 我的灰洒穷极了你的所有 在那拥挤的天空和植物云弥补 我已经深信迷途还不清楚 处境已无反顾 风不轻易无缭绕 还是人家炊烟鸟鸟 你说一切刚刚好 天下秋冬经过才懂 就像我懂得你们 你们也懂我一样 多久以前是谁明白 不变不易做自然 日和月 沙和城各自在 不论怎样的未来 有些事不能更改 就像你在风雨面前 从不后退 只会为爱而流泪 等你老了 燕眉低垂 灯火昏黄不定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我想一个艺人 其实不需要什么人设 你只要很真实 人们就会喜欢你 我今天拉脑很帅 我今天拉脑很帅 一年又一年 人们早已忘记它 它消失的像往日芬芳 又也发了一个 说 建哥什么时候发专辑 又等不及了 那个我就对我来讲 挺管用 我必须得抓紧 我觉得今天这个夜晚 就是一个 终生归终生去吧 跟我们没关系 终生归终生 音乐归我 此刻终生响起 才不出现在 几点几分 我与上天保佑 带给人间 风景的人们 夜运事都好些 别亏待他们 时间过得飞快 大家应该 及时地表达自我 只输胸义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当春风裂过山岗 依然能感觉寒冷 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 有谁看见转山转 谁转不出自我 看不完的城市里 看不出了阔 在山坡在山坡在悬崖 在山地深渊 在一年之间 下面这首歌曲 歌名取自我们东北的方言 叫爱咋咋地 我们彼此存在 不是为了自由而来 然后为了爱可以忍耐 如果想走 就听你一定要远走 以为那样 你才能感到自由 美好的回忆就需要一点点积攒的 像我们小的时候积攒零钱一样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 有美丽的月牙圈 这些谜语如同中心星光般存在 未来的人会对抗才会有未来 曾经的坎坷现在不将 以前的人有着相同的惆怅 当我又看到无边的虚无 似乎注定无处可逃 可是我知道有人在寻找 寻找从未见的美好 2022年做了几场音乐会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这里 军山里阿那亚的山谷音乐会 如果说还有没有一些 没有做成的很理想的音乐会 我想那就是比方说 篝火音乐会 比如说这种大雪天的音乐会 这都是豪尚家豪 无限美好的事情 那天我看网上 我就有的说得很好 就你的心变小了 很多事情就变大 但你的心变大了 很多大事在你心中就变小了 我觉得就开始开始 一个人的心态 我是李健 今年48岁 当我在声声不息节目中 遇到那些香港歌手的时候 一定会想起沉迷于 粤语歌曲的青春岁月 我记得95年我第一次去香港 跟学校一块去的 当时香港还未回归 我印象特别深 他们过的名字叫Legging 每个人都有生命花火绽放的事 尤其是在那心中闪亮的瞬间 更多的火花就照亮了胸膛 也照亮了生命 当时有歌曲来临的时候 那一瞬间你永远是少年 我的愉快少年是最佳独唱金曲的事 月瓣弯 谢谢 这是我收到的面积最大的奖品 也是分量最重的 这首歌曲前作很长 并不是为了长而长 恰恰我是预热铺垫铺沉渲染 让歌曲表达的情感 更意味深长一些 人们有彼此发生的故事 有彼此的温暖 长盛他也温度 高清水年也没有温度 他必须是通过 人不断上演彼此的喜怒哀乐 他能赋予成是真正的生命 前面段诵词朗诵 而且很荣幸地请到 林子祥先生 也就是你老公 就是啊 地球人都知道 所以就很荣幸 是他的荣幸 是我的荣幸 是我的荣幸 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 别争了 是我们的荣幸 东方之中 拥抱着我 让我温暖 离开灿亮的胸膛 生生不息 荣耀金曲 水中花演唱者李健 祝你们 祝你们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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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感谢生日不息 有一个荣耀 另外也有一个荣耀 能够跟沙莉姐 蓝梦哥这顿幸福的康力 站在一起 谢谢 这首歌歌词写得很好 叫 就像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 我觉得鱼儿只有规规大海 才能游得更加 欢畅更加辽阔 我们看看现场金曲出品团的选择 请揭晓 van de 有一个荣耀 对 从不回答 我要 如何 不想 他 大家这是下午还是晚上 下午好 《医生所爱》这句话 我们应该反过来看 谁的一生不是爱的一生 我也站起来吧 杰老师 其实你可以不站起来 因为你不站起来 其实跟我刚刚差不多 我站起来 我的修长的上半身总有优势 我发现杰哥很多的四个字 我觉得他们就是 有勇有谋 客敌无数 力挽狂澜 杰哥你不是要跳舞吗 我谁说 没有啊 我今天从我表现的 今天比例的吗 今天比例的我 这 我们去吧 来来来 要顾一个店了 对 叫交流店 这是什么团建节目 要少讲 所以就我什么 要少讲 这从来没讲 我去香港所以就会说一个刀子 你从这话是蛋炒饭 我听 蛋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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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话是 电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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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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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想法 我打算跟客群加摩托产 把我们三个合作一次 人有些时候会豁出去的 我可以决意日勾忌 我可以决意日勾忌 兄弟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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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